你醒醒吧,真要将他骗出来,一个弄不好就是天塌地陷,你以为九号好相遇? 四号跟他一模一样,曾教导出离打。 牢固沉声道,无比的严肃,直呼出他大哥的名讳,用以告诫。 墨家要疯了,原本他们坐等基大德来撒野,其实却不怎么相信他能蛊惑强者来犯。 结果,基大德的确没有来进攻墨家本部,没有打他们的祖庭所在地。 然而,后果一样严重,十万黑暗狩猎者在同一个时间段发难了,而且是突然地爆发。 这些人如同嗜血的魔头闯出地狱,突然地杀向墨家各地的分布,许多产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一些神矿当场就炸开了,一些药园子则是寸草不生。 至于他们的一些分布,一些修炼秘境,也是在第一时间瓦解,灰红的建筑物成片的倒下,血液在飞溅。 这是一群狂徒,为了悬赏,简直是疯了。 墨家焦头烂额,一时间各地急爆如同雪花般飞来,太密集了,太多了。 他们这一族拥有人亡血的嫡系不多,但是家大业大,势力遍布各地。 而今一些种地居然在被人连根拔,根本支援不过来。 鸡大德! 墨家祖庭内,有人怒吼,震动苍穹,天上的云朵都被震散了。 到底什么情况? 一个野修而已,一个少年也敢硬创墨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 鸡大德凭什么可以调动这么多人? 族长,快看黑暗论坛悬赏价值与付出的性价比太高了。 墨家的人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在黑暗论坛重金悬赏导致这一恶果。 一千金天金石,这种东西,一两而已,可以刻出天尊级符纹一枚,成为大杀器。 一金天金石,就能换来一碗孟婆汤,这种稀释的造化液体能提升净化者的潜能。 天金石,而今居然有人一致千金,这可是瑰宝及材料。 而这次的任务并不难,没有要行走在黑暗中的那些人去进攻墨家祖庭,要求只有一个,掀翻墨家随意移出产业的建筑物,简单杀上几个人就行,就可获得五金天金石,赏金丰厚的吓死人,条件太宽松了,几乎没什么限制。 所以,这引发了轰动,墨家产业很多,分布不少,能够下手的地方太多了,根本不用去拼命,有些人自信不留下痕迹,就可做到这些。 所以,一些黑暗势力觉得,这太简单了,都不用跟墨家死磕,暗中下手,就能收获巨大。 可是,到头来所有人都漏算了一点,那就是,阳间的灰色地带太广袤,地下组织太多。 阳间太大,各种黑暗组织,最起码有数十万,至于成员数量,根本就没有办法估量与统计。 因此,最终的结果极其吓人,因为任务轻松,许多组织都出动了高手,前去干一票。 自数十万组织中脱颖而出,自信不会留下后患,敢于下手的,自然都是顶尖组织,派出的也绝对是信得过的顶级高手。 这就导致,墨家的一些产业根本不够打,墨家的势力范围根本不够这些人扫荡。 一时间,经常发生好几个组织进攻一地,都是黑暗狩猎者,这样相遇后,皆知道彼此的目的,因此发生争抢。 这可是从数十万组织中冒头出来的可怕势力,从他们中走出的进化者自然全都是狠茬子。 结果,他们争抢得特别凶悍,这致使墨家的一些地盘几乎在瞬间就炸开了,分崩离析。 太凶狂了,甚至有些组之间都差点打起来。 原本的任务太轻松,掀翻墨家一处产业,随便干掉几人就行,只要用记忆水晶拍下,整理好即可。 谁能想到,抢生意的狠茬子这么多。 一千斤天斤石,原本是一块大肥肉让一些地下势力眼红。 但是,它绝对不可能一下子调集到这么庞大,这么海量的人手,超过了十万强大的进化者。 只因大家都觉得太轻松,又不是攻打墨家祖庭,又不用面对天尊,甚至连神王都不见得遇上。 所以,这导致爆发了,无数黑暗狩猎者扎堆出现,就这么一起下死守,墨家各地的产业能好的了吗? 记忆水晶,以及一些科技神眼捕捉回来的画面,都显得他们太凄惨了,墨家各地的产业几乎全军覆没。 一千斤天斤石,的确吓死人,是大手笔,可是却也不可能调动整片地下世界的力量啊。 而现在姬大德做到了,好吃的香尔引发一股黑暗狂潮,许多狩猎者都觉得自己足以胜任,所以几暴出现,疯狂进攻。 有人回过神来,在黑暗论坛留言,大为震惊,而后又叹气。 这个后果,起初谁都没有想到,竟然这么的震撼。 别说其他人,就是牢骨此时都目瞪口呆,而后身体发冷,这么多血腥柜子手,居然都被调动起来。 因为太轻松,所有他们疯了一样,冲出来奋一杯羹,结果汇聚在一起,成为黑暗狂潮,也太恐怖了。 东大虎也回过神,琢磨过味儿来。 这就是人性。 楚风淡淡的装十三,其实,他很心虚。 干掉墨家外面的一处产业,便可换五金天金时,这自然是致命的诱惑,楚风能够想到一些后果。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么可怕,那些地下室里就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全都不顾一切地冲出去了。 此时,墨家的心都在滴血,各地的产业就这么被摧毁了,人死了不少,各种矿物,药草绝收。 啊,有人怒吼,都要吐血了。 一个要小孽畜,一个野修,也能做出这等大事。 但是,墨家有些人简直气疯了。 至于外界,全都目瞪口呆,而后人们后背冰凉,这是一件何其可怕的事。 原本没有一个人认为,有谁可以付出代价调动全阳间的黑暗组织,结果今天鸡大得一个意外举动,让他们看到一种可能,这当真是疯狂的一天。 在许多人看来,一次偶然,一次突发,这件事简直像是一棵稻草,撬动起一棵星球一般,太不可思议了。 墨家在流血,各地虽说大部分都是依附他们的进化者,在负责打理产业,但也绝对有他们墨家自己的人,就这么凄惨死去。 十万黑暗狩猎者,相当于十万头闯出地狱的恶魔掀起的血雨腥风,十分骇人。 墨家的高手疯狂,第一时间杀出去了,要灭掉那些出手者,要为族人复仇,要挽回那些产业的损失。 然而,这群地下势力都太敏锐了,作案后都早已在第一时间逃走。 他们为何敢出手?就是因为有足够的把握,不会留下尾巴,抹掉痕迹,都早已留好退路。 一时间,各种传颂神词台先后浮现,借着焚烧。 各地,留下许多灰烬,以及墨家的废墟与血,其他什么都没有,都毁掉了,覆灭了。 十万黑暗狩猎者,十万魔头,来得快去得也快,都消失了。 因为本就是各自分头行动,不是整体进军,现在顿走更加灵活。 这一天,墨家众多强者发狂。 楚风道,老谷你看,这一点都过瘾,造成这一结果有巧合,也有意外,所以灭掉墨家大部分产业。 但是,没有让他们伤筋动骨,没有干掉他们的嫡系,没有杀死一位天尊,还得悬赏啊。 老谷鼻子差点气歪了。 你个败家子,你知道一千金天金石是什么概念吗? 你以为花费少? 如果等价交换,那是一千碗孟婆汤。 老谷怒了,这次他的心也在低血。 楚风陪笑道,你那口棺材那么大,我觉得最起码有两万斤吧,这么多怎么用得完? 要不,咱们孤注一掷,再来一波狠的重金悬赏,要莫加一位天尊的性命,总有人愿意去猎杀吧。 你,老谷嘴唇都哆嗦了,这家伙盯上他的棺材板没完了。 楚风干笑,道,不多,我估摸着,这次我们先悬赏两千金天金石,买一位天尊的命就差不多了,不行的话的,再慢慢加价,如何? 老谷铁青着脸,道,你真以为天金石是大白菜啊,我当初挖了阳间天金石的一座祖矿,这才得到一万多斤,你今天要耗掉我的棺材本,你都复活了,还要它做肾,太过不祥。 再说,你这棺材原本来就炸裂了,现在花出去一部分正好。 楚风舔着脸说道,你给我走开。 老谷不愿意,天金石有大用,他不可能都耗掉,便寻阳间,估计他都是掌握此时最多的人之一。 东大虎探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仅老谷身边的一口棺材而已,就能价值如此害人,可以干出这么大的事,老谷的收藏与底蕴,细思恐怖啊。 楚风道,他是黎达的结拜兄弟,曾为一代巨博,秘密藏起来的好东西,自然是无数。 他不吝夸赞,就是想让老谷再接再厉。 打死我也不会动用棺材本了。 老谷义正言辞地拒绝。 楚风道,那就动用你那四种令牌吧,让他们去干掉墨家几位天尊,不杀他们重要人物的话,这口气不顺。 他觉得,到现在为止,哪怕将墨家的诸多产业给铲除了,也只是拔了他们毛,依旧没有伤到筋骨与血肉。 这个容我考虑,慎用。 老谷这样回应,他有些忌惮。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看来还得动用我自己的老本。 楚风很硬气地说道,他也是豁出去了,今天不让墨家流出大量人亡血,他是不罢休。 甚至,他恨不得想动用轮回土与黑木毛了。 你想怎样? 老谷问道,你觉得,我扔出去几个血脉果,当作赏金,能够请人杀天尊吧? 楚风问道,老谷顿时急了,道,你知道血脉果的价值吗? 真正可以逆天改命,让一个生物的血脉提升到极尽,成为一荒族,根本无价,你想扔出去几颗? 你了解它的影响力吗? 你的意思说,我要是拿出几颗血脉果,想干掉墨家天尊,应该没问题。 楚风道,你疯了,竟想一口气放出去几颗? 老谷想打人了,仔细算下来,他觉得楚风才是土豪,现在完全不清楚自己究竟掌握了什么。 人亡血统霸道绝伦,死去依旧长存。 他一只手探向虚空中,浮光流转,简直要碾压苍羽,凝固岁月,想要追溯过往,将那两人给抓回来。 龙大鱼开口,利用宇宙脑叫阵,一点也不触,在那里跟墨家叫板。 有些坟头被掀翻,露出神木棺果,显现出五色藏地,甚至有棺材破烂,有人往尸体滚落出来。 黎达的祖父才十六七岁,曾有幸远远地见识到那人的风采。 可惜,那个年轻的人王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杨坚可能会多上一段不朽的传说。 在一堆神药,天尊草,大能果中,血脉果极其特殊,真正可以逆天改命。 这件事影响太大了,两人都很强,竟是天尊,硬汉墨家祖坟。 也有的大坟没有被撼动,依旧不朽,腾起阵阵阴云彩雾。 当然,楚风也是有点心虚的,虽然五疯子不见得找他麻烦,可是万一他真寄出血脉果,数十万黑暗组织,那绝对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会疯狂寻找他的下落。 我大哥当年探索史上几个最强种族的破败遗迹史,曾发在三星洞遇到一个菩提佛族的老家伙,那可真是通天动地,镇压骨金,可怕到极致,打胜打死,最后才压制住。 有些果实,你就是有一千斤天金时,纵然一堆天才地宝,也换不来,比如说血脉果,比如说黑血研究所发表的那篇关于进化录探索的文章中提到的无敌花粉,最强异果等,你出多少资源都没有人跟你交换,都买不到。 你们咬我啊。 龙大雨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留下最后一道身影,扔下宇宙脑就跑路了。 这是怎样的一种辉煌? 最为关键的是,有些衰败的家族,至今还有半死不活的天尊坐镇,甚至有史前遗留下来的大能苟延残喘。 早就和他们对上了,这一脉的人自从边荒龙朝一别,一直想堕死我呢,再多一条罪又如何? 只要不是他亲儿子,不是他的私生子,五疯子这种人,估计须弥山崩塌他在眼前,都面不改色,依旧坐死官,寻求在突破。 当小爷是吓大的。 那两人只是我两位老友的弟子,别以为只有你们有高手,我郑重警告你们,再也不撤掉通级悬赏,这事没完,我还要继续,手段更灵力。 老谷进一步阐释,能够改变命运的果实多么的珍贵。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血脉墙自然很可怕,但是,有些人就是普通血脉,一样可以震骨朔金,天下无敌,或许更厉害。 我去大爷的,这是他们的净土,是他们的祖先的沉眠地,哪怕都死去无数年了。 有些人甚至是在史前岁月作画,可是依旧栩栩如生,肉身不坏。 龙大宇,你真是不是好人心,你听我说,咱们四大美人注定要名垂青史,撼动阳间,普照古今未来。 到头来,可以让一个生物的血统发生惊人的转变,会成为一荒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血脉果能为他们招魂。 他咬牙切齿,道,你这是对血脉果的亵渎,干脆自杀泄罪算了。 老谷叹道,并讲出一些旧事。 龙大宇一通恫吓,那可真是惊呆了阳间各地的进化者,这位笔之姬大德,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大手笔,要捅破天。 嗯,当初,酒色血液人族中的最后一个年轻人出世时,敢跟杨间的一批老家伙厮杀,那时我哥还没冒头呢。 他在进行最后的威胁与恫吓,那绝对算是开天辟地般的奇迹。 你追下来又如何,小爷还怕你不成,有种你将我找出来,你大宇爷爷无惧。 同一时间,楚风尝试联系龙大宇,在某一平台私下留言。 然而,惊变发生,他们还没出手,可是却另有人出击了,相当的果断。 当然,还有的大坟毁坏得更厉害,人亡是唐血。 说得难听一些则是,可以让史前一些无比恐怖的种族死灰复燃。 消失在岁月中的家族,有些真的太强大了。 当年曾让整片杨间大地战力,敢打进杨间的无上禁地中。 楚风说道,很严肃与认真。 楚风确信,他们找不到自己。 即便是在强大的种族,在辉煌的皇朝,也有衰败的一天,终将会消失在岁月中。 龙大宇你,怎么不是好人心,竟对我破口大骂,以后你再想加入的话,只能当老二了。 楚风喊话,老古道,嗯,你知道就好,历史上最可怕的几族,早晚还会出现的,因为阳间共有三株血脉果,除却我们发现的那株, 另外两株不见得真正枯死了,万一让它们得到果实,就有可能会天翻地覆,彻底变天。 大宇兄,你这手段,你这风采,当真是风华绝代啊。 我很欣赏,咱们志同道合,要不我邀请你成为四大美人中的第一美人如何? 墨家的男女老少都气得眼睛赤红,这比十万魔头奇出,将他们成片的产业毁掉还可怕,这是针对人亡灵源啊。 他们成功顿走,就这样消失了。 毫无疑问,老玉是大能,是墨家的女性人亡,这样从作死官状态中行转,直接冲了出来。 不怕一个势力寻找她,而是怕全天下的组织一起掉过头来针对她。 墨家族内,有夜宵般的嚎叫声,一位皮包骨头的老玉出现,头发都掉光了,其境界不可揣夺,一步就赶到灵源。 真要给他们一颗血脉果,他们会倾尽全族之力培养出一位跟始祖媲美的接班人,绝对可以扭转乾坤,一改颓势,强势崛起。 这才是大麻烦,所以,一时间她还真不敢动那种果实了,直至彻底没落下去,而后永久消失。 嗯,我知道了,这样吧老谷,回头你尝试动用你的令牌,号召人去进攻墨家,检验一下那个组织的成色,看一看是否还在你老兄弟的手中,如果实在不行,我再放出一颗或半颗血脉果。 这时,基大德又登场,叫板墨家,让他们撤销通缉令,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都说红尘中,有些凡人富不过三代,而在进化界也可类比,有些强的离谱的种族,最后的断绝,都是自身血脉的污染导致的,到了最后不够纯粹。 这两巴掌下去,别说其他人,就是楚风都被惊得张口结舌,这头怪龙粘不出溜的,居然也是个狠茬子,真出手了,而且是针对异荒族的祖坟,够狠。 有些种族,就是黎达都曾追溯过,忌惮过,而血脉果,则可以给这些没落下去的族群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在线当年争霸杨坚时的风采。 当然,千万别是五疯子的私生子,这可真是,不让姬大德专美于钱,他也出手了,联络自己当年的老兄弟,曾有过命的交情,帮他出一口气。 老谷想吃了他,这实在是暴点天物,哪里需要这么多? 老谷举例,比如李达,比如五疯子,一个个都很变态,但也没听说他们诞生于显赫家族,就是靠自己冲起来的。 嗖的一声,他又消失了,追了下去,眼窝深陷,宛若两团鬼火在跳动,追杀出手者。 这一脉的核心弟子,又不是没杀过,多上一个恋妻死身的人,又能怎么样? 但是,那两人准备充分,身上带有秘宝,遮掩自身气息,不可追查,两位天尊消失得无影无踪。 啊,这样的族群的确有一些,可已经不见踪影,但是一旦给他们机会,就能呼风唤雨,再次撼动阳间。 墨家上下,群情激愤,没天理了,他们是人亡家族,被两个小崽子弄得焦头烂额,损失惨重,实在太愤怒。 龙大宇,你死不足惜,扰了祖先之魂,我们要将你错骨扬灰,煞呀。 当然,他早已预料到,血脉果价值惊人,之所以那么不在意,自然只是再次,积劳骨,验证血脉果的真正价值。 龙大宇,在墨家高手进出,杀向各地,去找那十万黑暗狩猎者复仇时,有两人接近墨家陵园,各自拍了一巴掌。 而后跃尽虚空,就此消失不见。 坟头崩开,可怕的石碑暴涨,通天而上,高达数十万丈,灰红而磅礴,志强符纹闪耀,目之明流转,粉碎虚空。 想一想也不可能,连神王都很难诞生子嗣,天尊几乎都算绝育了,更遑论是五疯子,他要是在那种境界跟人生出一个孩子来。 行,我知道了。 楚风发现,被牢骨给带偏了,经他讲骨,差点耽搁正事。 墨家陵园炸开,龙大宇气得跳脚,他现在可不知道四大美人是什么东西与组织,只认为楚风在调侃他,因此咬牙切齿。 不得不说,墨家祖均这里布置得太厉害了,承受天尊凉掌后都没有毁掉,只是破损。 龙大宇恨死鸡大德了,莫名让他背黑锅,现在还敢调戏他,说他是第一美人。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强。 哄,龙大宇,尚穹必落下黄泉,我们都要涂掉你,以墨家先祖的名义启示,比诛杀你。 这次轮到楚风想打他,怎么说话呢? 一荒族何其稀少,在阳间根本寻不到多少了,九成都退化了,活到这个时代后,不是当年的所有至强种族都能保证血统的纯净。 所谓的墨家陵园,那光乎太大了,埋葬着历代真正的人亡。 须知,佛族,道族本身就排在前列的大族,从他们的族中超脱出去,自立为一族的菩提佛族,原始道族,哪会有多强? 这方天地无声地湮灭,门后炸开,出现一条恐怖的虫洞,那名老狱看着衰败,但是强得让各方老牌进化者都心颤,都要头皮发麻。 鸡大德你等着,别让我逮到你。 他扔下这台宇宙脑,又一次跑路。 有不朽的皇朝断代,覆灭在历史中,真要再造出他们始祖的血统,会发生什么? 只要的你的血脉中蕴含着一股古老的智强生物的基因片段,那么一旦服下血脉果后,就能充分激活你的那种基因进行蜕变。 东大虎咕弄,怎么感觉像是被封印的禁忌磨合? 一旦开启,一些消失的族群再现,那就有可能照耀出不朽之光,导致天塌地陷。 你得考虑五疯子的杀计。 老谷提醒,幸亏墨家的陵墓都很特殊,都不知过,不然就彻底毁掉了。 安息的列祖列宗一个都逃不了,都要被打出来,会被毁尸。 不用想也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很不简单,绝对有些可怕。 同时间段,楚风也换了个地方,换了台宇宙脑,对墨家喊话,通缉令不撤销是吧。 屠杀天尊活动正式开启,墨家密密麻麻的身影冲出,动用一切关系与手段,想要满天下寻找,将龙大鱼给揪出来。 比如,菩提佛族,原始道族,酒色血液的人族,这些都是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荒族强盗法力无边。 老谷也在纠结,思索到底要不要试探那个组织,毕竟采摘血脉果实,他们可是干掉了五疯子一系的一位猛人,那可是一位三转绝王,正在练妻死身,在走五疯子当年的道路。 墨家怎么可能接受威胁,几位老家伙,掌权的活化时级存在,都怒法冲冠,恨不得活泼击大德。 当然,该族更想烧烤龙大鱼,不管此后如何,今天墨家都在了,很惨,这个跟头摔得很痛,让他们名誉扫地。 两个矛头小子而已,就让他们灰头土脸,这实在难堪。 姬大德,你在白日做梦,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威胁我们。 墨家自然不会妥协,很强势地回应,他们目光冰寒,真想寻到那个少年, 折辱至死。可惜,一直找不到他在哪里。 行,今天我正式跟你们开战,早先不过是热身猎杀天尊行动开启。 楚风叫嚣,这种表态引发轩然大。 不,许多人都无言,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还只是开胃菜,不算正餐。 一些人心头火热,无比期待,巴不得他闹大呢,能够看到一荒族被折腾得狼狈不堪,是许多人乐见发生的。 十万黑暗狩猎者刚退走,他还想怎样,如何狩猎天尊。 许多人都在猜测,也都在激动。 山地中,老谷瞪着楚风,道,你别看我,天津石就是扔出去一吨也没用,想去猎杀人王家族的天尊,就是黑暗组织都没人愿接受,因为一个弄不好就是自身折损进去。 他说的是实情,墨家是一荒族,走出的天尊太强,极其恐怖。 此外,墨家肯定有大能坐镇,万一被这种怪物锁定,下场会无比凄惨。 谁愿意犯险?性价比太低。 总体来说,在这个世界,很少有狩猎天尊的,太不现实了。 大能的确可以做到,但是这种进化生物九成都是垂死状态。 常年必死关的还算好的,更多的是沉眠,处在假死状态,避免生命惊奇流逝。 指望这种生灵出来接任务,去刺杀,那简直就是笑话。 谁能指挥地动他们? 再者,这世间又有多少宝物值得他们动心? 事实上,就是天尊都很少出来接活,在黑暗组织中都较为少见,毕竟身份与地位摆在那里。 这么说,只能动用血脉果,才能请动一族的老怪物去杀墨家的天尊。 楚风问道,他还真不愿意动用这种果实。 那样做的话,后遗症太可怕,到时候就不是一系人马盯上他,而是大量的黑暗组织与地下势力等发疯。 算了,别动那种果实,这就是打开罪恶的盒子,什么牛鬼蛇神都会找上门。 老谷摇头,他下定决心,检验一下那个组织到底什么成色,他听从楚风的建议,想看一看这个组织的表现。 楚风闻言,心情一阵放松,道,嗯,这血脉果实即便要用,也应该是用来悬赏太武天尊,竹其血肉,斩你魂光。 没错,这老混账,我真想立刻载掉他。 东大虎道,楚风道,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亲手格杀他,凭自己的实力去收割他的头颅。 太武天尊都快成为他的心魔了,这也是他一路崛起的动力所在,闯过轮回,进入阳间,所为何来? 他要找到故人,更要为父母亲朋报仇。 无形中,太武成为激励他前行的一种动力员。 三思而行,老谷警告,杀武疯子一系的神王没问题,可是,直接去杀一位天尊,这影响就太大了。 尤其是,如果楚风敢找黑暗组织,调动地下势力去猎杀,去行刺,还真有可能激怒五疯子这个怪物。 因为,五疯子自己就是黑暗源头之一,地下势力有几个敢对这一戏下手? 老谷探导,要杀太武的话,如果是在正常对决中干掉他,估计就是五疯子都无话可说,不至于出事,很有可能不理睬。 可是,敢动用他所在领域中的黑暗势力,对他这一戏下手,那绝对是铜马蜂窝,这个射黎达外有可能已经无敌的存在,敢血洗天下。 正常来说,原本就没有人愿意刺杀天尊,就更不用说,自身源头就与黑油染的泰晤一脉了,估计没人会出头狩猎他。 此件事了后,我去进化,我要迅速崛起。 楚风轻雨,当天,某一空际的山谷中混沌气弥漫,虚空中有一座古庙悬浮坐落在时光裂缝中,不时有闪电划过,但都是无声无息的。 古庙悬在那里,一动不动。 是他回来了吗?居然动用了这个级别的令牌,他居然真的复活了。 这就是老谷当年开创的那个组织,其本部超脱世间外,在一片特殊的时空中。 现在,该组织的几位头领在秘义,因为老谷展示了一片白光腾腾的令牌,扔在某一地后通知了他们,要他们扬功莫驾。 老谷较为心软,告诉他们,自身的安全最重要,不需要真的猛攻,烧出即可远盾,试探性进攻即可。 真要去攻击莫驾。 那可是人亡家族,万一有活着的史前人亡,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古庙中有人开口,便是有史前人亡,也在沉眠,来不及复苏,情况不对时,我们立刻退走,有足够的时间。 必须得进攻,我想知道,是否是古,复活了。 最终,这个组织行动了。 当天,莫家祖庭外,一股无形的压抑气氛突然出现。 而后,天空中一只金色的大手探来,恐怖无边,一下子向着莫家的祖地拍击而去,太暴力了。 该死,什么人? 不得不说,莫家太强了,底蕴恐怖的惊人,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有绝顶人物复苏,轰的一声探出一只紫盈盈大手,将那只金色的大手挡了出去。 轰。 然而,下一刹那,天羽上出现一只黑乎乎的大手捏成拳印,再次猛砸下来,意志强大。 莫家祖庭中,一柄仙光激荡的母金剑击射而出,向着天羽上的黑色拳头劈去,电闪雷鸣,大道符纹炸开。 这太恐怖了,震惊外界,人们都不知道那是何种层次的碰撞。 哦。 一声大吼,莫牛声惊天动地,宛若要撕裂古今未来。 在那天空中,出现一头瘦骨临寻的黑色老牛,宛若一头盖式牛膜,粗糙的鸡脚,快要落光的暗淡牛毛,他很干扁,但却绝世强大。 砰的一声,他一只蹄子扬起,向下踏去,天崩地裂盘。 莫家的护山场域全面开启,阻挡他的进攻,但是莫家的山门口那里还是炸开了,被夷为平地。 天哪,那是大能级的战斗吗? 外界震撼了,他们看到一头年迈的一荒蟒牛,猜测其境界无比心惊肉跳。 老谷通过宇宙脑见到这一幕后,内心发颤,他眼眶都泛红,叹道,早先在明州看到那头蟒牛神王时,我就在怀疑,现在又看到这样一头老的不成样子一荒族蟒牛,我确定了,这是我当年那位兄弟的后代,或许就是他的儿子。 哦,牛吼震天,这是超越神兽级别的一荒兽,蟒牛阴波粉碎苍穹,进攻莫家。 在这头一荒兽的身边,还有两个生物,一个探出金色的大手,另一个轮动黑色的拳印,撼动莫家。 三头生物强大而可怕,横击一荒族,莫家。 这一战短暂而急促,但是太激烈了。 哦,莫家中,一口母金箭横空,简直要斩断永恒,整片天穹都被割裂了,天羽划分为两片。 怕你们吗?天羽上有一荒兽传来冷哼声,直接轰下来一团刺木的金光,像是太阳呼啸而下,砸向莫家祖庭。 那里太刺木了,虚空粉碎。若是怕莫家的话,他们就不会出手了。 但,在莫家内,终生悠悠,像是万物初始年代的第一口大钟浮现,震散混沌,分开阴阳,区分清拙,开天辟地,从而万灵始生。 太恐怖了,这口钟发光,连一激荡,中波惊天,宛若渐波,冲向天外。 这是莫家的一件可怕宝物,是庇护一族的先天大气,直接悬浮而起,荧光暴涨。 吼,牛魔鹰震耳,那头黑色的一荒兽,即便是兽骨临循,骨头都透出来了,可一旦咆哮也是可怕的。 这头老牛看起来衰败,眼窝深陷,但是一惊战斗,浑神乌光如同烈焰般腾起,简直要焚烧三十三重天。 他在主光,在另外两头生物的配合下,他俯冲了下来,牛魔鹰震荡天下, 这是该族镇骨朔金的天赋本领。 经过这头老牛施展,那真是微能不可疲,他是一位大能,浑身黑色牛毛倒数,如同发怒的佛陀灵士。 吼,吼声很有规律,像是蔑视之音,一头一荒兽发狂后的可怕神通大爆发。 可以看到,他吼出的是一片黑色的涟漪,像是开天之斧般狠狠地劈了下去。 但,这黑色涟漪同那浮上来的银色大钟撞在一起,形成星云碰撞般的可怕场景,是能量的对轰。 在那里,时光都仿佛湮灭了,黑洞与璀璨光芒交织,忽明忽暗,无比的可怖。 轰隆。 天塌地线,那口大钟摇颤,换成一般的器物,早就被打成击粉。 但这是墨家的镇教秘宝之一,释放混沌器,是先天之物,被很多代仙祖祭练过,自主发出乌乌声,趋吉避凶,自行躲避。 与此同时,墨家祖庭一只紫色的大手探出,打向高空中,仿佛要轰碎永恒,大到符号浮现,发出可怕的轰鸣声,太霸道了。 哼!天空中,一只黑色的拳头砸了下去,铜紫色的大手碰撞。 老牛继续,打破墨家护山大众,天语上传来苍老的声音。 与此同时,一只黑色的拳头浮现,还有一只金色的大手搭在老牛的尖头,相助于他,一起向着下方催动极致可怕的能量。 摩!牛吼震天,一双粗糙的牛角浮现,那是能量所化,向着大钟劈去,想要将它顶碎。 谁能破开此钟? 墨家的人呵斥,也在发狂,也在拼命。 同时,那口母金剑再次浮现,向着天空上方劈来。 这一次,天空中,那只黑色的拳头没有砸下来,而是在原地出现一张恐怖的大嘴,吞噬一切,宛若有一轮黑太阳浮现,包裹住了母金剑。 那是一头饕铁,非常苍老,也是血肉干枯,皮毛包着骨头,张开大嘴,要叼走母金剑。 又一头一荒兽,正是此前轮动黑色拳头的那个人,想抢走此剑。 孽畜你敢,墨家有人大吼。 天空中,那个金色的生物也显形了,成为一头黄金皮修,绝对也是一荒兽,刚枯而受别,但却散发这至强能量波动。 一头瘦骨临寻的黑色异荒牛居中,两边分别是老饕铁与老皮修,宛若三轮恐怖的骄养,哪怕自身很苍老了,但是他们镇压而下时,也是惊天动地的。 这时光都仿佛被他们截断了,这天地更是被分为两片,向着墨家镇压。 呛!那口母金剑被他们三个打得打飞回去,靠那口大钟才稳定住。 接着,三人各施展手段,镇压大钟。 当的一声,银色大钟摇动,差点就坠落在地,让墨家的人心都险些从嘴里跳出来,这要是打落下来,将死伤无数。 呛!牛吼震天,四只蹄子踩踏下来,虚空崩塌,大道符纹密布,如同沸腾的岩浆般倾斜。 这头老牛在硬汉大钟,向着他踩踏而去。 这片地带终鸣震天,外界,人们彻底傻眼。 今天墨家遭遇惊变,这一切太可怕了,墨家要被人攻克了不成。 关键时刻,墨家高手嘶吼,催动大钟,想要震开老牛,甚至想将他活活震爆。 老牛在旁边两人的相助下,用音波压制钟声,而后他探出一只牛蹄,化成一只黑色的大手,强行摘钟。 黑色的大手覆盖天语,要将那大钟包裹了。 你敢,墨家的人大怒,这是镇族秘宝之一,岂能有失,是某一代逝去的老人王炼制出来的,若被抢,墨家还有什么颜面? 牛爷有什么不敢,老子也是一荒族,谁怕谁? 老牛谋怒吼,当,大钟震荡,天地聚颤。 这时,墨家内所有人都疯狂了,开启禁制等成千上万只赤红的剑羽击射而出,洞传天地向着天空飞去。 一声沉闷的咆哮,那头老滔铁发威,张开血盆大口,将所有的剑羽都给收了进去,景象可怕。 滔铁吞天,熔炼万物。 相传,这一族进化到究极层次,连天地都能给吃掉,最强者可以将这阳间还原成开天前的混沌状态。 三头孽畜,也赶来人王家族撒野,一个都不要走,全部杀掉,开启绝天场域。 墨家内,有人大喝。 哗啦。 在墨家内,有十八杆大旗出现,都是血色的,窑洞间,符文风暴出现,撕裂天地,席卷起滔天的血色的能量,要将这里淹没。 墨家,你们太狂妄了,老夫来也,相助三位道友一臂之列。 这时,天穹上传来嘶哑的声音,一个老者浮现,手持一柄绿色的大锤,宛若雷弓出现,向着下方便哄去。 事实上,不止他一人,还有一只九头鸟,是一只一荒芹,展翅翱翔,俯冲下来。 九颗鸟头都在发光,鸟会张开,喷吐黑色闪电,伴着血雨滂沱,煞气滔天,意向阵势,进攻墨家。 妈得,墨家内有人忍不住抱粗口,这种生物,平日间哪里会遇上,一下子就来了五头啊,都是一荒疾的生物。 天尊平日都不可见,一般来说不出事。 可是在今天,五位生命干枯,垂死的大能来了,强攻墨家,这是想灭族啊。 一头这样的生物,就能掀翻山河,灭掉成片的强族,眼下五头可怕的一荒兽降临,联手杀墨家。 哪怕是人王家族也害怕了,这么下去的话,墨家会被人血洗,会被人干掉。 强如一荒人王世家,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大能。 更遑论是他族,有些种族赫赫有名,可是连天尊都没有,至于大能想都不想用。 今天,这里发生的是注定要震撼阳间。 那是小爷的老友,怎能让姬大德专美于前,墨家通缉令撤不撤销。 龙大雨开口了,利用宇宙脑发话。 墨家的人惊怒,又是羞恼,又是憋屈,同时还感觉耻辱与心颤。 得罪了龙大雨这个矛头小子,结果到头来,他真的能动来两位大能? 开什么玩笑? 同时,他们又想到姬大德,得罪他,结果更恐怖于邪门,惹来三位增大能,率先攻击,要攻下墨家祖庭。 这可真是没天理,太可笑了。 不过是两个矛头小子而已,到头来,居然引发这么大的风暴,让墨家出现大祸。 他们惊怒,羞恼,同时也在心中后悔了。 早知如此,绝对不会去羞辱那两个小疯子,不会去惹那两个矛头小子,得不偿失。 天下震惊,五位强者出现,别说寻常道统,就是阳间顶级世家,也得脸色骤变。 五头一荒极生物,正常来说,一旦骑出,水雨争风。 尤其是龙大雨与姬大德,先后利用宇宙脑发话,并且这两人互动起来,挤对墨家,问他们服不服。 还问他们,到底要不要取消通缉,这可真是精掉一地眼球。 即便撤销掉通缉令都不行,还要赔偿。 龙大雨喊话,我要维权,我要索赔。 哄,墨家上空,五头一荒兽发威,震动阳间。 焚香祷告,呼唤十足。 墨家急了,要绝死一战。 这种话语一出,山河皆颤。 召唤十足。 这种低吼声,让五头一荒兽寒毛倒树,有些心惊肉跳,那是始祖人亡,法力通天,冠绝盖一个时代。 不用想,在他那个时期,肯定是个究极人物。 这种生物,估计是可以跟五疯子交手的可怕存在。 超脱人族,号称人亡,又是始祖,绝对逆天。 可是,他真的还活着吗? 他们想到这个问题,一般来说,那个时代的生物很难活到现在,都几乎灭绝了。 而且,根据他们所得的信息看来,该族的始祖应该死去了,而且是死了很多年。 外界一片哗然,震惊莫名。 墨家的始祖还活着,一手开创这个一荒族,是一位真正的人亡,还能再现世间。 这是极其恐怖的事件,这让外界许多族群都惊颤,感觉到一股来自骨髓中的含义。 有些人怀疑,这靠谱吗? 若是真的为人亡始祖回归,这天下有人可挡。 吓唬谁,一堆枯骨而已,顶多也就是以特殊秘法炼制其诗,借其生前威名而已,真敢召唤出来,直接打爆。 九头鸟开口,强势而霸道,张嘴尖黑色闪电击射,天空中血雨倾盆。 墨家内,正在兴师洞中,焚烧一根紫色的香,发出特殊的波动,所有人一起参拜,他们在召唤十足。 弓破墨家,什么人亡始祖,骗人的。 那个手持绿色大锤的老者,带着万军雷霆,向下砸去。 哼,墨家外,大地军烈,山风炸开,那景象相当的骇人。 这可不是普通之地,乃是一荒族的七居的祖庭,一草一木都有讲究,布置下了惊人的场域,外人难以撼动。 现在,除却墨家祖庭外,周围的地狱与山川都崩开了,什么都不复存在,被彻底打爆。 想干扰我们,召唤十足。 真以为我墨家是软柿子,可以随意揉捏吗? 墨家内有人冷哼,寄出密宝,那是九张枯黄的纸张,都书写着特殊的符文,是前贤所书,那些人曾经名动天下。 哄,九张枯黄的符纸,全都腾空而起,各自染血,并焚烧起来,化成九只大手,向着天羽上方拍去。 天崩地裂,鬼哭神嚎。 五头一荒兽顿走,没有硬汗,因为贩布着,纸张不过是死物而已,没有必要用自己枯竭的身体,衰败的肉身去硬拼。 我看你们墨家能有多少千仙遗物,来吧。 天空中,九头鸟喊道,他们又回来了,威压射人,整片虚空都在颤抖,发生军裂。 至于地面,除却墨家祖庭外,其他地域皆在瓦解,都在炸开,聚在下沉,沿江沸腾,如同世界末日来临。 这还是他们没有动手,只是自然外泄的契机所导致的情况。 而那些地带原本的场域都被磨灭了,全部崩溃。 来自那个组织的老牛,滔铁,皮修在皱眉,他们虽然不怎么相信那位始祖人王还活着, 但是,却觉得可能有其他时代的恐怖人王在沉眠。 藏兵阁,开启,墨家内有人喝道,强势道理。 这种关头,他们不可能妥协与退缩,不然的话,让人觉得虚弱,就可能引来灭族大祸。 同他们有仇的进化者,绝对不止眼前五人,万一将苟延残喘的老对头惹出来,那就更麻烦了。 一座宝库打开,神光冲销,召唤第八代古祖之兵器,血煞戟。 墨家有人大喝,瞬间,一道恐怖的血光飞出,撕裂天地,那是一杆血色大戟,向着天穷上劈来。 召唤第十九代古祖之兵器,刺天矛。 一根黑色的长矛被召唤而出,飞天而起,冲向苍鱼。 这些可不是一般的兵器,都是墨家历代杰出的人王所留,为一个时代的顶尖高手所钟爱的兵器,哪怕作画失去了,可其兵器依旧留着恐怖威能。 天语上方,那些人都凛然,觉得人王家族果然抵运骇人。 一道又一道惊天长虹鸡舍,交织成毁灭之网,想要捕猎五位一荒生物。 小道尔,人都死了,也敢对我等放肆。 他们避开,同时探守,想要抓住兵器,这些可不是凡物,都是曾经的人王秘宝,值得夺取。 不过有点可惜,这些史前兵器都通灵了,一时间拿不下。 老牛一声大吼,用音波震翻一杆血煞几,而后又被老饕铁张嘴,吞吐间用乌光给禁锢住。 你们敢,墨家贺好。 他们催动地面上的十八杆大旗,关乎族运,引动绝天长虞,想要杀大能。 一时间,武人很狼狈,一荒族的护山长域何其惊人,关乎异族的命运,现在爆发后,让他们也有些心惊。 不好,那根香有古怪,墨家地下的确有生物在复缩,快走。 老牛低语,感觉到了特殊的波动,嗖的一声,他跃进虚空中,直接让那里炸开,出现一条虫洞,他消失了。 与此同时,老饕铁,老皮修也跟着跑路。 九头鸟与那个手持绿色大锤的老者,面色骤变,瞬间飞天遁地,无影无踪。 召唤人王始祖,有效果了,有了莫名的威压,志强气息散发时,天地都在裂开,密密麻麻,像是瓷器被打破。 他们逃走了,还要继续呼唤始祖吗? 墨家内,众人情绪有些低落,今天差点有灭族惨祸,太让人心惊了。 召唤人王始祖,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次地下恰巧有回应还算幸运, 若是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墨家岂不是要被灭族? 他们自己清楚,始祖的确死了,是该族利用秘法,用特殊的山川在温养, 更是采摘到阳间某一究极大药,才让他又有了复苏的迹象。 可是,召唤一次,就会消耗一次那具躯体的部分精气神,下次就不见得能用了。 不要召唤了,得不偿失,让始祖继续沉眠,也许有朝一日能彻底活过来。 我觉得,始祖并未死,他曾留下一言,有一天他终究会归来,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再惊扰他了。 即便他们都知道,现在地下沉睡的只是一具尸体,但是很多人却都心怀希望,认为他可能会在将来复活。 五位一荒兽退走,在外界引发轩然大,波。 墨家底蕴太深,有始祖在世间沉眠,这太神人了。 有人叹息,这件事让外界各方都凛然,墨家实力之强,让人心惊。 听闻当年这位人亡始祖是战死的,不该活着才对。 真不知道是谁重创了他,让他生机绝灭,昔日的时代实在害人啊。 就在外界喧嚣时,再次有大事件发生,那个组织的人寻找墨家在外游历的天尊,摆明是要猎杀。 一而再地针对我们,想要斩尽杀绝吗? 墨家又惊又怒,这个消息传来时,让他们毛骨发寒。 墨家有一位天尊在外流浪呢,很多年没有回来了,这要是被人追寻到踪迹,必死无疑。 那头老牛,那头饕铁与皮修可不是善类,是三尊大能。 墨家居然要为族人的安危担忧了,需要归缩到祖庭中吗? 他们愤慨,怒火焚烧。 我去,鸡大德你比我还狠,我只是让他们解除通缉令,赔我一大笔资源,你还真是要斩草除根,牙字必报,非要灭了他们的天尊。 龙大羽怪叫,世间各地,人们都觉得,这两人大哥别笑二哥,都是疯子。 墨家,你们赔偿不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我的肉体伤害费,我的青春损耗费。 龙大羽叫嚷,人们无言,这头怪龙还真是个极品,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赔偿费用,连青春损耗费都出来了。 我的修道与进化岁月被你们耽搁了,这是青春在世去,这是年华在流淌,被你们浪费了,自然要赔偿。 龙大羽叫嚣,都给我去死。 墨家怒了,彻底爆发,不就是请人吗? 墨家又不是不认识人,又不是没有道友。 更何况,他们的宝库充沛,有海量的天才地宝,拿出来一部分,可以去请地下黑暗组织去猎杀基大德与怪龙。 墨家提高悬赏,引十万黑暗魔头齐出,去寻找龙大羽与基大德,要绝杀他们。 这次悬赏比以前要高很多,追杀令再出,局势愈发的混乱了。 谁怕谁啊?基大德也喊话。 当天,老谷的那个组织意外发现墨家的天尊踪影,因为他在跑路,得到消息后想逃回墨家,反倒暴露了,横渡虚空时,有人劈碎天语,直接去追杀。 不过,墨家很不简单,一位绝顶大能,第一时间赶到,就走了他。 不过,就在当天,墨家两位半步天尊被击杀,分别血见一片史千遗迹中与一座太古药园内。 疯了,这是再比狠啊,墨家损失惨重。 阳间各地,一片哗然。 谁怕谁,你们不收手,咱们就相互狩猎到底。 楚风发狠,墨家真的震怒,但也心颤了,两位半步天尊就这么被击杀。 可他们还是没有找到基大德与怪龙。